这个礼拜好多的强势股 一日行情都只涨一天 而上个礼拜的指标股怎么看呢 对 一日行情就比较难去预测 当然下礼拜第一档 还最重要是台积电 因为这个礼拜办完法说之后 你也明显看得出来 这礼拜台积电其实就涨涨跌跌 所以台股的行情也是涨涨跌跌 我想台积电毕竟权重也高 外资它也是一个很关注的个股 所以下个礼拜在台积电办完法说之后 我想尘埃落定 是不是资金能够再持续到 回流这些权重股身上 我想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指标 其次就是可以留意一下这礼拜 虽然面板它只有一两天强而已 但我发现PCB族群 它也有一个族群性出现 像是新兴跟南电 其实这个跟台积电有去传言说 可能会接到AMD 7nm以下的订单 就是更高阶的制程订单 也有点关联性 因为现在都很流行这个高速运算 甚至成大好像新增了一台超级电脑 叫预风者 它的运算能力是2万台的个人电脑 所以你看AI未来会带动的这些商机是蛮大的 南电跟这个所谓的新兴 我们叫附金封装 就有一部分会用在所谓的CPU的制程里面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 因为也是比较希望是找说 现在有点汉地拔冲 或者是说能够让大家去期待的个股 至少它有点未来性 所以我讲下个礼拜可以看看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落底反弹 或者是足底止跌回升的股票 我想是下礼拜的重点 当然第三个 金融内股因为在6月份营收公布出来 都还不错 而且你看就像 可能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就是资金回流台湾也有关系 除了布局资产股之外 你像这个金融内股像第一金 它的股价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走势 好像没有什么受到川普贸易战 有啦 你说它没跌那是骗人的 可是你会发现它跌就是跌那么一下 它不像电子股或者是某些部分个股 它回的幅度可能都很深 让你觉得很惊惊胆跳 怎么敢在那个时间点进去接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结束 但金融内股好像就有这样的特性 当然一方面大家因为可能金融风暴吓到了 觉得把这些殖利率稳定的股票 长期持有相对就好像在领回成本 好像相对比较安心 所以这个方面都是下礼拜可以观察的重点 点出了盘面上重点的指标股 尤其在下个礼拜要看一下 台积电法社会之后 外资的态度跟做法又如何 今天感谢三位专家来到节目的现场 每周六晚间八点也请您持续锁定 古海洋帆 我是王孟平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